浩門8點檔 港星一直在 大家好 這女是立平如冤 前段時間 60歲的功夫演員李連傑突穿死訊 好友向泰衛他闢謠 11月16日 李連傑公開露面 出席講座 宣傳其新書 媒體指李連傑銷售不少 脫鞋時還一度站不穩 但從畫面可見 他精神逆逆 看到鏡頭側面帶微笑 雙手合拾 狀態很不錯 他一開場就幽默表示 我懷慕有死 高調闢謠 李連傑與第二任妻子李治玉有兩個女兒 這兩個孩子都非常聰明 在李治的教導下 從小學習成績優異 是名校學生 然而 幾年前 李家小女兒找得在社交網自報患有嚴重抑鬱症 惹來網友的熱意 大家沒想到 作為巨星的孩子 找得不但完全不享受 甚至還為此感受到壓力 從情緒低落慢慢演變成抑鬱症 當時 找得法文透露 自己確診抑鬱症多年 總是無端端情緒低落 經過治療本來已好轉 但在特殊期間 因為要獨自隔離 此事讓他十分焦慮 最終病法 情況最嚴重的時候 找得一度有致殘傾向 幸好他意識到自己患病 不斷向外界求助 在醫生的遠距離協助下 逃過一劫 對於女兒的病 李連傑夫婦一直沒有公開談論 直到近日 李連傑推出新書 她才搜到在書中公開女兒患抑鬱症的始末 李連傑在書中這樣寫 小女兒早在七歲時 就有情緒低落的徵兆 直到十二歲 但是她只能獨自哭一 也不知如何訴說她的痛苦 後來靠著醫生及藥物的幫助 她才漸漸走出陰霾 但她還是很不快樂 近六年來 她仍飽受情緒低落與焦慮症所苦 她的世界 將是莊了一度又一度的門 從門深鎖 我走不進去 也無從扣問 只能在門外昭吉 從李連傑的文字不難看出 找得承受的痛苦 非常強烈 即使是最痛愛她的父母 都無法走進她的內心 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將她拉出心願 李連傑表示 小女兒曾告訴她 我的人生都是你們安排的 那我是誰 我不會說這是你們的錯 但是我為何要活著呢 聽到女兒這樣說 李連傑開始反省 自己與妻子理事 是否對女兒的人生干涉太多 焦達確診抑鬱症 李連傑夫婦提心吊膽 她們害怕失去這個孩子 李連傑甚至用內心狠無作來形容這種感受 生怕那一天會有意外發生 事實上 正如佐達所說 她從小活在父母跟姐姐的光環下 漸漸迷失自我 偏偏母親對她要求非常高 在她幾個月大的時候 就開始早教 期望她跟姐姐一樣 成為學霸 李連傑說 來自婚後 將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家庭 特別是兩個女兒的教育 她用盡一切辦法來計畫 不惜放棄自己的工作與交際 外界看來 李是是性感女演員 容宴會她是花瓶 但真實的李是與電影裏面的她 完全是兩個人 李是在上海長大 她成績優異 增到美國留學 後來跟隨父親到香港生活 加入娛樂圈賺快錢 張國榮爭說 李是非常聰明 她清楚知道 香港人喜歡她的花瓶形象 她就飾演這樣的角色 只要能夠讚賤 她不在意別人的看法 李是在圈內極受歡迎 不但有負相追求 李連傑也對她一見忠誠 在一眾追求者當中 李是選擇了潛力鼓李連傑 觸見其智慧 李連傑在書中難得公開與李是的合照 夫妻二人相當登對 使盡圓華的李是依舊光彩奪目 李是把自己沒能完成的學霸夢 都寄託在孩子身上 交代在學習方面沒有令父母失望 她從中學到大學都考入名校 外界都誇讚李是教導有方 然而 在成功的背後 交代情緒面臨崩潰 李連傑在書中提到 她原計劃閉關三年三個月 但因為女兒情緒低落而提前結束 她要為女兒治病 我原先是想2020年3月開始閉關 要閉足三年三個月 不過 在2022年4月時 在美國讀大學的小女兒吸了我一通關鍵的電話 讓我決定提早結束這一次的關期 亞達在美國求學與此同時 也試漫長的求醫過程 她曾在五種不同的西藥處方中來回調整 以及接受像是催眠療法的心理治療 然而 她仍然覺得十分沮喪 因爲這所有的處方 於她而言 看起來都是治標不治本 在李連傑的陪伴下 找得通過心理療和禪修等方式 逐漸擺脫陰霾 尋找到內心的平和 到了暑假 找得留在美國打工 李連傑依舊陪伴在孩子身邊 與她租了一間公寓同住 李連傑住在小公寓裡 學習治理一節生活起居 包括最基本的洗衣服與煮飯 都是從頭學起 在李連傑的帶領下 找得開始學法 父女倆相互陪伴閒修 這樣的生活讓找得走出了抑鬱 她告訴父親 我現在知道如何走到快樂 也走到失去狠久的滿足的方法 人生又重新有了希望 能夠拯救女兒 李連傑非常恩惠 父女感情也有了進一步昇華 說起來 李連傑的四個女兒中 她似乎更寵愛這個女兒 原因之一是她與母親來自驚人的相似度 另一個原因則是她擅長殺嬌 這自然吸引了父親的關注與寵愛 這四個女兒來自不同的母親 前兩位是李連傑的第一任妻子所生 後兩位則是來自第二任妻子 據說 李連傑對她的四個女兒 家愛和愛 給予了她們無盡的寵愛與關懷 李連傑的四位女兒 再顏直想獲許沒有絕對的優勢 但她們卻散發出 溫遠可人和古典美的氣質 四姐妹之間的感情非常親近 如同親生姐妹般 令人羨慕不義 擁有如此出色的四個女兒 李連傑無疑成為了中國版的過文惡婦 不可否認 事態龍和李連傑都令人羨慕不義 她們作為娛樂圈的巨星 不僅事業有成 還擁有出色的女兒 這一點足以讓人深深羨慕 然而儘管她們的女兒無一不優秀 卻似乎沒有人敢追求她們 或許是因為害怕她們的父親 畢竟李連傑是著名的功夫巨星 成為她女兒的女婿 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這或許是她們一直單身的原因 但無論如何 這四位女兒 都是李連傑生命中最珍貴的寶藏 也是中國娛樂圈的貴寶 李連傑的四位女兒 雖然一直沒有公開的戀情 但她們的生活充實多彩 每一個女兒都在各自領域 有著出色的表現 展現了堅定的自我和獨立的精神 大女兒擁有著李連傑堅韻的性格 選擇了從事公益工作 心懈慈善事業 經常參與各類慈善活動 積極回歸社會 此是因為父母離婚的原因 她坦然 這輩子都不會結婚生子 她不想自己的痛苦 還讓兒女去經歷一次 此女兒則走上了娛樂圈的道路 她繼承了李連傑的演藝天賦 再表現領域砍路頭角 儘管她面臨著沉重的家族壓力 但她努力證明自己的實力 獲得了觀眾的喜愛和認可 第三個女兒 與她母親來自驚人的相似度 不僅在外貌上 還表現在了她對演藝事業的熱情 她選擇了模特行業 憑借高挑的身材和征賞的走秀技巧 成為了一名被受歡迎的模特 並參與了許多國際時尚活動 最少的女兒擁有著活潑開朗的性格 選擇了繼續深掃、公讀醫學專業 她對醫療領域充滿熱情 自在拯救生命成為一名結出的醫生 這四位女兒雖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但都傳承了李連傑的品質 堅韌、善良和努力 她們的成功是李連傑最大的驕傲 也使她長年累月努力奮鬥的最好回報 儘管這四位女兒一直沒有公開的戀情 但她們並不孤單 她們彼此之間的感情勞不可破 將無間的姐妹一樣 她們在家庭中相互扶持 在成長道路上互相鼓勵 這是李連傑的父愛與關懷的結晶 李連傑中國版的過文惡婦 無論是在職業生涯 還是家庭生活中都堅持著高標準 她成為了女兒們的榜樣 教育她們堅韌、正直和勇敢 這四位女兒則展現出了新一代的李氏家族特質 她們不僅繼承了父親的才華 還以獨立、堅強和多才多藝的形象 閃耀著娛樂圈 總而言之 李連傑不僅在娛樂界大放異彩 還有著令人羨慕的家庭幸福 她的女兒們不僅才華出眾 還擁有堅強的性格和獨立的品格 此事在不同的環境下 王秋彥的兩個女兒 到如今都無法放下過去的傷痛 而李氏的兩個小女兒 擁有高學歷 還有不錯的名媛圈史 過著和兩個姐姐 截然不同的生活 或許在李連傑心裡 她更寵愛兩個小女兒 但她的內心 對兩個大女兒卻內疚一生 對於王秋彥來說和女兒相聚是喜 但見到女兒痛苦的生活 她的心也如同刀割一樣 她多麼想時光回到兩人離婚時 她可以勇敢的說一句 我要帶走兩個女兒 或許兩個女兒在自己身邊長大 不會變成如今無樣 好了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裏了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評論 請多多訂閱和關注 我會持續為你帶來更多精彩內容